部分解封之后 世界上这些有趣的城市里面的美食或景点 让大家望眉止渴 不过这个夏天要旅游 并不是只受到疫情的影响 因为很多地方的气候 极端气候造成的暴雨洪灾 真的太糟了 我们了解一下 目前全球频繁的暴雨已经暴增了30% 希腊第二大岛爱维亚的阳光被浓烟遮蔽 天空呈现诡异的橘红色 宛如恐怖片中的场景 民众被迫登上渡轮逃离这座火烧岛 希腊野火已经连续烧了一个星期 灾情最严重的爱维亚岛 紧急撤离数千居民 岛上浓烟导致飞机无法升空洒水 火势也更难控制 民众抱怨政府救火速度慢半拍 希腊总理弥佐塔吉斯周一 发表电视演说向民众致歉 在几个日子 增加了586厘远在整个角落 希臘高温和干旱越来越频繁 是野火肆虐的原因 不过民众早已不再把灾难 归咎于大自然的无常 因为大家行之度明 气候变迁是人类自作自受 除了南欧地区遭逢祝荣 美国目前有15个州也正在与野火搏斗 加州大火已经连续烧了26天 这是当地历史上第二大火灾 全球正在发生的极端气候灾难 正好印证了联合国IPCC 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的报告 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已经超过预期 联合国对人类发出红色警讯 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约定 要在2011年之前将全球均温升幅 控制在涉事两度以下 以1.5度为目标 但目前全球均温已经比工业革命前 升高设施1.1度 如果温室气体排放不减少 10年后将超过目标值 这次科学家也做出斩钉截铁的结论 气候变迁是人为导致 而且无法逆转 极端气候已经让全球暴雨频率增加30% 干旱频率增加70% 而石化燃料被认为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研修 暖化也让海平面上升 如果碳排不改善 到了本世纪末 海平面将上升2公尺 岛国和海岸地区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 意大利威尼斯就因为海平面上升 淹水状况逐年恶化 上周末圣马可广场淹了两次水 这在8月非涨潮季节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今年底英国将举办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各国势必要对IPCC的报告做出回应 美国和欧盟政府都计划 在2030年前达到减碳五成的目标 并推动电动车普及化 以减缓气候变迁 现在就算排放大国 不敦促自家企业减排 消费者的危机意识大抬头 这也迫使企业必须转型绿能 否则很难获得顾客和投资人的青睐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